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阿塞塞利巴财经学院出品的每日操盘必读 我是阿塞塞利巴财经学院的分析师狼采凤 今天是2019年的3月13日星期三 那么昨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英镑的走势波动范的距离 那么其实现在的话我们依然是去关注英国脱欧的一个后续的进展 那么给大家去简单去列了一下后续的英国脱欧它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进程图 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在昨天晚间的公开课中给我们的部分学员讲到过了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也就是说今天凌晨的 那么英国的这样一个脱欧协议的投票之中 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未通过 也就意味着那么新的脱欧协议被否决了 那么否决之后的话按照特里沙梅之前的一些安排的话 那么可能会在3月13号也就是说是当地时间 那么对于我们北京时间的话是在周四凌晨的2到3点钟 那么可能会对无协议脱欧进行投票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原有的新的协议脱欧协议被否决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对于无协议脱欧投票的一个结果情况 那如果是议会通过了无协议脱欧 那么会按照那么3月29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进行无协议的一个脱欧 那如果是被否决了无协议脱欧的话 意味着那么如果是多数的议员 那么都认为那不可以进行无协议脱欧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在接下来的3月1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话 3月15号会对那么是否推迟脱欧进行投票 那么推迟脱欧的话也是两个结果 如果是通过了 多数人都赞同说可以进行这个推迟脱欧 这样的话 那么首相特里沙梅就会请求欧盟那么推迟这个脱欧 那如果是这个推迟脱欧的这个投票也是被否决的话 意味着后续的话议会可能需要表决是否需要撤销这个 离斯本50条或者是举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 就是后续的话可能更多的决定权就在议会的手里了 那么议会可以去决定那是否暂停脱欧 或者是是否是要举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 整体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到了这个月 英国的脱欧的一些进程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了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对于英镑的走出来说都是一个剧烈的波动 大两大跌一两百个点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前的话想去操作英镑的话 我们更多还是第一方面控制我们的仓位 第二的话就可以暂时去观望 那么对于后续的进程的话 如果是推迟脱欧的话 或者是这个举行二次公投 或者是暂停脱欧的话 我觉得其实都还会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最终结果的话 有可能那么英国还是留在了欧盟之内 那有可能就是 因为经过了这两年多的一个折腾之后 因为发现脱欧海很难 而且也很难达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协议 所以说如果举行二次公投的话 那就未必英国的这样一个新的公投 会一定是离开欧盟的了 所以后续的不确定性又会增加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推迟脱欧的话 或许还有能够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余地 好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英国脱欧的一些目前的进展情况 整体来说的话 英镑至近的话可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但是也是我们主要特别去谨慎的一个 操作品种 那么从其他品牌来看的话 免指数 昨天一根印线收线还是继续延续下跌 我们也看到4小时级别的均线支撑所在的96.9的位置 还是支撑于下落的 那这个位置在没有被击穿之前 不建议大家去追空单 而昨天我们所关注的反弹 97.25位置的空的话 其实现在来说还是有一些盈利的 可以去持有 那么这是英镑 这是美元的走势 那么看一下其他的品种 那么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是昨天我们在公开课中 也给大家去提到过了需要关注的一个区间 其实是1303到1304 那为什么要关注1304呢 主要是因为它是那么4小时级别的均线 20均线的压力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哈 所以如果是后续的黄金 那么还要继续回落风险的话 那么在这个位置可能会有一定的空头的打压 然后再往下走哈 但如果这个位置也被击穿的话 短线可能要去继续反弹了 那对于黄金来说话 操作的话 我觉得目前我们不确定哈 它这波调整数已经完全结束了 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大周期 是否已经完全逆转它的一个空头了哈 已经逆转它多头了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更多的话 我们还是可能采取一种偏震荡的思维了 嗯 那么我们在本周在130附近布局的空的话 应该是有盈利的 但是随着一个阳下拉伸的话 也是被罚掉保护损 那么接下来的话 对于黄金的话 我们的思路是两种哈 一种是如果价格回落的话 可以回落到1296附近 看看是否有一定的周周机会给到 那么这是现行回落的情况 而另外的话1304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还是可能会关注哈 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的 把这个二级线的压力给击穿 那如果是说了一些比较难看的 设计之先等等一些K反信号的话 我们还是要防范这一波黄金会再度的往下去回落 去测试更低的周线级别的均线支撑的位置哈 这是黄金的思路 我们展示的话就关注的就是这个1304到130这一块的压力区了 白人的思路跟黄金是一样的 就是说15.45的位置是我们所关注的价格重新回落的位置 那如果是给他一定的那么打破的空间的话 我们可能会认为在15.60的位置 或是15.55的位置吧 15.45到55的位置这个区间之内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价格重新回落的一个风险 几个K反信号 关注重新的做空机会哈 另外的话 对欧元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压力位了 1.129085的位置了 那这个位置其实主要我们就在关注哈 那目前的话还是没有觉得突破 打突破上去回落了 对于欧元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会继续关注奇往哈 特别是日线级别这个底部的背离的信号 我们一直在关注 因为如果是形成的话 它就是日线跟周线的不同周期的底部的背离了 就觉得还比较不错了哈 而4小时级别的话 目前还缺一个上破1.1290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 可能会有短暂的回落的一个打压 但是的话 后续还是可能会重新的再往上去击穿这个位置 所以从操作本身来说的话 如果是我们有多单的话 可以在这个位置进行一定的减仓的一个操作 那没有持仓的话 如果是这个激进的话 可以在1.1290到1.1310的这一块区之内 根据一些基本的信号尝试一些短空 但是我觉得空间看不了特别远哈 现在是我们看起稳的话 这样一个空就是短空嘛 位置在1.1265的位置 这个位置如果是被击穿的话 再往下就看一下1.1245的位置 而回落之后 我们还是可能会重新关注价格的起稳哈 比如说回来到了1.1245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否有再度起稳的一个机会存在呢 这是欧元哈 英镑的话 其实我刚也提到过了 现在的基本面不稳定哈 所以说难度也在增加 基本面跟技术面部配合 周线偏空 那么日线级别的话 支撑一个手的柱 一偏多 所以说多周期背离了 那么操作怎么做呢 我觉得 选择一些比较关键的位置哈 比如说对于英镑来说 1.30的位置是很关键的 那么再往下的话 1.29的位置也是很关键的 所以说如果是测试1.29或1.30的话 其实我们可能会关注一定的起稳 做多机会 那么往上的话 我们会发现比较关键的压力位的话 其实 那么日线级别的 4小时的1.3120的位置是一个压力 而再往上的话 1.32的位置是个强压力哈 那么这个位置 所以说对于英镑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想做的话 可能需要去等一些比较好的 比较高的压力位或比较低的支撑位置 那么才可能去尝试这样的一个操作哈 那否则的话 操作难度会增加 而且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哈 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 1.3210的位置 1.3010的位置跟1.2910的位置哈 那么这三个位置 一个压力两个支撑 那看一下后续的一个高空和低吸的信号哈 稳健的话就暂时去观望了 因为很难去 这个基本面承担乐电之前 我们还是不确定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果哈 只能够是被 就让被动的去等待它的一个公布的情况 那奥元的话 其实我们昨天的走势看到是阴线收线哈 呃 那么4小时级别价格重新击穿了 0.7050的压力位置是很明显的 呃 那么操作的话 昨天我们也提到过了 多单需要在0.7050的位置进一个减仓 然后的话 就关注能否上破 而如果你想做空的话 也关注一下这个位置的K反信号 那么随着价格击穿这个均线支撑的话 其实短线继续调整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对于呃 奥元来说哈 如果是你有多单的话 位置还不错去持有 那如果是你有一些呃 刚刚介绍的一些空的话 比如说0.7075的位置 比击穿之后的空的话 也可以暂时去持有 然后往下的支撑的话 去关注一下 那么这波上涨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支撑位置哈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它的0.7040的位置 跟0.7020的位置 那么当做是你这一波短空的减理场位置 然后就看一下价格能否再度的期望哈 奥元的话 我们的思路跟之前一样 暂时保持一种低多的思路哈 回落低的位置的话 关注一下0.6815的位置 到0.6810的这块区域 那么看能否给到你一个再次去做多的机会哈 每日的话 昨天我们在公文中也提到过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121位置不觉得多单 有过了四周点的盈利 但是没有拉伸哈 也没有创出新高 所以再次回落的话 这个位置就未必能够守得住了 所以说我们有多单的话 通过保护所的方式去持有 如果是你没有的话 暂时就不适合再去接多单了 暂时就光望了 那如果是后续这个位置被职业击穿的话 我们再去关注它的一个再度回落的风险哈 这是每日短线的话 四小时期的极限支撑还是很关键的一个参考 每日的话走势 小时期的极限支撑被跌破之后的话 也同样的会进一步到下台1.0050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很关键 如果1.0050的位置被击穿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下坡之后回踩的方式去关注价格的 做公机会了哈 每家其实还很好哈 因为这一波我们每家抓了空单 这一波从高位的话应当是1.3460到现在的1.3360 还100个点那是有的哈 那么需要在这个位置进行减仓1.3350的位置 减仓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要关注到它是第一次测试哈 所以说有很强的反弹的风险 那么减仓之后的话 你也可以大保损 那如果是后续价格 直接再次击穿了1.350的话 那么就可以看重新的价格的回落了哈 所以每家我们会继续关注哈 但是一定要在1.3350的位置进行一个简单的动作哈 然后跟每家相对应的是原油 原油的话其实这波走势我们看到 其实还是不断的拉伸哈 但是昨天也看到在57.50的位置 有点涨不动的感觉哈 目前还是在高位震荡 那么现在的原油其实就是看这档的区间 这块的区间 那么根据区间的突破情况决定我们进一步的一个操作哈 那么往上突破 我们可能会回踩周期做多 往下去突破 我们反弹周期做空 这是我们目前对于原油的看法哈 现在这档区间之内没有办法直接去介入哈 然后纳斯达克的话也是一样 这一波反弹 反弹的话短线没有什么新的做空的理由 想操作的话 一方面是等待小周期的反转信号 比如说贝迪 加K伞 另外的话就等到价格抵达更高的T300的位置 那么关注一下是否有给到你一个更深度反弹去做空的机会哈 嗯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纳斯达克 另外的话就是就是我们这两天关注一个德指哈 德指的话其实现在还可以 因为大级别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头肩顶形态的一个回抽确认 所以说对于德指的话 我们后续还是可以关注他的一个回乐的风险哈 好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各评论的情况 今天的话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基本面发生哈 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还是去关注这个英国脱欧他的一个投票结果哈 那么呃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英镑的一个走势哈 呃那么这个红色的话就标注的是利好 我们认为可能会利好英镑的一个结果哈 那么像会这个呃绿色的话可能就是天立空的一些结果 好 那么感谢大家收听哈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会进行我们的呃三月份的进阶课程的排训哈 所以说也是欢迎大家的参加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